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街道上军警戒备 气氛相当紧张 因为塔利班四处攻城掠地 在完全控制东部洛加省之后 距离首都喀布尔只剩下11公里 塔利班步步进逼同时 喀布尔国际机场涌现逃难潮 数千人带着全家大小 准备搭机远离战火 各地省会一一沦陷后 离开阿富汗的班机已经一票难求 美东时间12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派美军3000人到当地国际机场协助撤离工作 但在大城一一沦陷阿富汗局势越来越严峻之际 拜登周六又宣布将派遣更多地面部队协助撤退 赤如破竹的塔利班两天前才攻下第三大城赫拉特 星期六随即宣布当地生活和所有商业活动都已恢复正常 面对塔利班闪电攻势 阿富汗军队完全无力阻挡 首都喀布尔沦陷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三大星期五的烏运报道